大家好,我是杜林,欢迎来到Met学院,我们来继续洗这个笔大型项目 上一道课我们就要讲一下CCO30的这种结构框架 本期课我们就要来讲一下这个笔 智慧假期管理系统所涉及到的软件的开发环境 我们编写的代码首先需要一个软件工具及管理 因为涉及到的这样一些文件的非常多 另外一个就是需要递编写的代码进行编译 编译好了的二进制代码需要下载到我们的设备上进行调试 那么我们的开发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要介绍的第一个软件就是IR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的这样一个代码管理和编译调试的这么一个开发的环境 其实它的安装过程应该比较简单 下面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就是按照GTAG的这种系统的工具 先把我们的GTAG调试器插到电脑的USB接根上 然后在我们的设备管理器上就会扫描到这个GTAG的这个设备 我的这里是已经安装好了 如果没有安装启动的时候 它会只显示这个Smart RF041B打一个问号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需要通过更改启动程序脑键 那么下面的话点这个浏览就会在我们的 那么这个启动空气主要在哪呢 主要是在我们的IR 暗脏的木顶下面 这里有一个JWA 在这个JWA的下面会有一个TI的这么一个木� 那么它下面的话会有这么两个木� 一个是Win32 一个是Win64位的 那么就得需要看一下我们的系统 到32秒64位 我们这个系统是32的X86 这个时候点确定 这样的话就再点下一步 下面我们的下一个是Win32 一个是Win32 一个是Win32 一个是Win64 一个是Win32 那么就得需要看一下我们的系统 到32秒64 我们这个系统是32秒64 这个时候点确定 这样的话就再点下一步 就能按上我们的这个驱动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操线 通过IR操线一个简单的工程 这里点一下这个项目 然后这里建立一个新的这样的工程 我们的利盒是8051的 所以这里就变了 然后点一下OK 假如我们在这个目标下 常见一个Test-1的这么一个项目的工程 然后在它下面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个这个程序 我们在这里已经做好了一个东西 所以直接点这个 添加这个文件就可以 下面我们需要做的是 是要替这个环境的属性 进行一些相应的设置 首先我们要确定 首先我们要确定 我们这里的 选择我们的一个设备 那么我们的这个设备呢 设备的话是 是Ti的一个 我们点一下进去 那么我们的设备的话是CC CC252530F256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我们的所用的处理器 是CC2530F256 这一块 那么直接点打开就可以了 这样 另外我们需要设备的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测试器 因为目前使用的是Ti的测试器 这样我们的这个环境就基本的设置好了 下面我们需要做的是 抵这个 是做一下保存 然后抵它进行 编译 先保存一下 这个工程 这样我们的这个 这个所创建的这个工程 基本上编译 编译完成了 那么下面我们需要做的是 把我们的程序 如何搜寻到设备中心 这样我们先来 演示一下 先介绍 先介绍 介绍我们的色本 我们需要点一下这个 这个download 和这个debug 那么下面基本上就能把我们的程序 收集到我们的设备当中 这个 实际上我们 编写的程序 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控制 通过按一个键 按下一个键 然后控制这个 这个 L1 它不断的去 这种 这种亮面的这么一个操作 我们把我们的程序 收下进去 看看有没有达到我们的效果 这样我们的稍息就完成了 如果需要担保操作的话 这个时候指针就从这里开始进行 担保的这种运行 我们这里现在 不得了 进行停试 那么我们就点一下停止debug 这样我们重新上电一下我们的设备 看看有没有达到我们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设备 上只要按一下这个SE这个键 那么它的 它的E的灯就开始 BING的这种做这种亮面闪烁的这种操作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已经达到了我们的效果 说明我们的程序 烧写进去了 并且 已经在里面正确的运行了 那么 关于这个开含环境 我们 基本上就讲到这里